我們在屋宇柱確定了結構、整體安全之下 提供一些寬免和豁免的安排 讓這些現存的建築物作過度性房屋之用的時候 提供一個方便的渠道 亦讓我們日後推行過度性房屋更有彈性 當然除此之外 政府亦都就政府在各方面扮演的角色 有甚麼可以協助提供 譬如說政府土地 如果有非政府機構 它需要遭用政府短時間限制的土地 去作過度性房屋之用 我們會考慮收取一個作用精神的費用 如果是一個限制的建築物 譬如校舍作過度性房屋的用途 我們都會等同去考慮 當然我們需要花點時間 在政策上和措施上做一個最後的安排 除此之外 亦都希望在公下改建上 亦都會有一個寬免 包括建築面積、地積比率 以至一些安全的訴求 亦都是透過一些適當的方法去處理 變成這些已經建成的建築物 改造過度性房屋的過程中 是有一個方便和順暢的 隔壁 感谢观看